這一講我們來談一下三次方程式公司節的歷史背景 這個當然不在課綱內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蠻有趣的東西 所以再補充一下 那一般來說呢 我其實我以前高中看到這個式子的時候 就覺得哇實在是好複雜 那時候也聽了一些故事 故事其實也真的蠻複雜的 不比這公式還簡單 但是後來大概其實這幾年 重新靜下心來看才了解 這公式的推導其實蠻有趣的 而且你只要懂了推導方式 你就覺得這個式子其實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我現在會推導 但是我其實公式 要我閉著眼睛 要我直接寫其實寫不出來 但是我可以知道那個導法 好那我們來談一下這個公式 這公式一般我們現在就做卡當公式 因為這是卡當在1545年的時候 最早把這個東西出版的 但是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不是卡當他自己發現的 好所以我們就再來看一下這個歷史 對那在往下看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時候的一個時代背景好了 好這時候的一個時代背景 其實剛好就是文藝復興 剛就是已經剛好就是 文藝復興的盛起剛好已經結束了 好那開始要進入科學的一個比較科學時代 好那哥倫布這時候剛好就發現了新大陸 大概15多少年的時候 好那哥白尼那時候已經 就是說提出了日行說但是被燒死 那茄律葉後來出現了 那這個是對數表的納皮爾 對那英國那邊就是 原本是葡萄牙跟西班牙當然是航海的強權 但是後來伊莉莎白女王出現之後 那英國就開始掌握了海上的強權 那宗教這邊也開始了馬丁路德 對那之前那就是達文西米開朗基羅跟拉菲爾 那可以再注意一下 其實古藤堡的活字印刷術在之前 在1455的時候也已經開始 開始可以 我們可以讓出版變得更方便一點點 好那我們再回來這裡 所以那時候已經開始有出版業了 其實已經過了大概將近100年了 所以那時候卡湯就出版了這本書 好那大家都就以為這個是那個卡湯那個發明的 那其實在歷史上呢 比較早的話其實應該就是廢羅 那廢羅他一開始在發現了S三四方 加上CS等D的結 好就是說他可以處理這個沒有平方向的 那塔塔利亞呢 有人又叫做方糖 對方糖 這個塔塔利亞其實是他的一個綽號 這綽號叫做口籍的人 所以他可能講話經常口籍 所以後來就變成塔爾塔利亞 好那他發現了這個結 對然後呢 但是廢羅後來死掉之後 把這個結法就是傳給他學生 因為早期這種結法都是一個獨家秘技 都不外傳的 好那這時候方糖 那個塔塔利亞就跟那個廢羅學生叫廢爾 對啊這些都F開頭的很像 好那這時候就跟他挑戰 就說欸對你會結我也會結 那這時候挑戰的時候呢 對他塔塔利亞這時候就獲勝了 好那塔塔利亞獲勝了之後呢 那當然大家就覺得他很厲害 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怎麼結的 所以這時候就出現了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卡當出現了 這時候我們卡當就上場 好那卡當知道他 這次的結法之後呢 就跟那個塔塔利亞就是溝通 好塔塔利亞之後 好吧我就跟你講 對但是你要保密 可是後來卡當就不理他 我就把這個東西出版了 好那出版之後呢 對塔塔利亞就很生氣 好那可是卡當不只出版之後呢 對又跟他的這個學生喔 費拉里一起研究 那費拉里後來還那個解出了 才得出了次次的公私結 好那這時候他們在 所以塔塔利亞這次 這書本的1545出版過了三年啦 他們就要再公開挑戰喔 不過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沒有出席啊 但是這種我看網路上說法有很多 對所以有人就說什麼 可能怕不公平 或者有人說他已經會試試 他還不會試試 反正說法有很多 反正最後就是那個 費拉里就獲勝了 反正一開始塔塔利亞獲勝 那後來是費拉里獲勝 那重點就是現在我們就是說 這個公式就是叫做那個卡當公式 因為最先的把這個東西出版的 好那關於這個三四四四解完之後呢 其實後續的歷史背景就是那個 對高斯那時候就證明了 只要是多項四方程 一定都有解 一定都有複數解 都存在 好那可是呢 對再過了幾年喔 就是那個切羅華跟阿貝爾 他們兩個是獨立的 就是證明了五四以上方程是沒有 根式解 正確來說應該是沒有根式 可是有時候一些科普書 他常常用公式解 公式解這個名詞不太精確 對應該用根式解 就是說你他這個解呢 沒辦法用什麼 加緊乘處開次方組合出來 好這是這邊的一個主要的精神 對但是這兩個 我以前在讀到這兩個那個數學家的時候 都覺得哇他們真的是 因年早逝 就是21歲就死掉了 就是27歲就死掉了 對但是他們這邊的影響 就是開啟了以後的那個 代數學群論的一個發展 所以這個是一個三四方程式的歷史背景 那在下一節裡面呢 我們就來談一下這個的解 該怎麼解 其實我們要記住它的方法就好了 這公式其實不要記 我也記不太起來 對那其實這個會解呢 你有平方向的也可以解 這就在我們下一節裡面去討論 當然這不在課綱裡面 如果你想補充就補充 不想補充就可以把它跳過